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AI晶片带动先进封装需求。 市场预期,AI晶片大厂辉达明年将推出新一代制图晶片架构, 加速QoOS封装需求,台湾、韩国、美国、日本、甚至中国等半导体大厂,积极布局2.5D先进封装。 AI晶片带动先进封装需求,加速AI晶片效能,QoOS先进封装,扮演关键角色。 不过QoOS产能仍短缺,影响包括汇达在内的大厂,AI晶片出货进度。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顾名机预期,先进封装QoOS供应,在第四季可显著改善,有利未来生产能见度。 美系外资法人表示,随着QoOS产能扩充,汇达AI晶片出货量看增,这也反向带动QoOS产能需求成长。 外资评估,辉达H100制图晶片,GPU模组第四季供应量可到80万至90万个,较第三季约50万个增加,预估明年第一季供应量可到100万个,主要使QoOS产能持续提升。 至于QoOS产能配置,外资法人评估,辉达可从台积电取得5000片至6000片QoOS晶圆产量,也将从后段专业委外封测代工OSAT厂取得2000至3000片QoOS产量。 市场预期,辉达明年将推出新一代B100制图晶片架构,外资和本土投股评估,B100架构可能采用台积电的4nm制程,推估采用结合两颗GPU精力和8颗高频宽记忆体HBM,因此也将带动QoOS先进封装需求。 然而,三奈米作为当前全球最先进的制程工艺,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的三奈米制程工艺,市均已在去年量产,其中三星电子是在6月30日开始量产,台积电则是在12月29日开始商业化生产。 对于这两大晶片代工商的三奈米制程工艺,此前曾有外媒在报道中提到,三星电子的量品率在今年将超过60%,台积电的量品率在8月份时就已在70%至80%高于三星电子。 但从近日韩国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两大厂商三奈米制程工艺的量品率,目前均还在60%以下,再将量品率提升到60%以上都遇到的挑战。 在报道中提到,此前曾有报道称,三星电子三奈米制程工艺为一家客户代工的晶片,量品率达到了60%,但由于并不包括逻辑晶片的Slam,不被认为是完整的三奈米制程工艺产品。 三奈米制程工艺在量品率上的挑战,也将影响大客户下单。 有外媒在报道中就提到,由于此前在先进制程工艺上的失误,导致高通和徽达这两大三星电子的客户将他们最新一代的晶片交由台积电代工,三星也在尝试重新获得这两家客户的订单。 他们的三奈米制程工艺也先于台积电量产,但量品率至少要达到70%才能吸引重要的客户。 而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工艺在近一段时间也成了怀疑的对象,由于苹果新推出的iPhone 15 Pro存在过热问题,部队业内人士开始怀疑,代工A17 Pro晶片的台积电三奈米制程工艺,越来越不确定台积电的这一制程工艺是否已经完全准备好。 此外,在报道中提到,在今年年初,台积电三奈米制程工艺的良品率在55%左右,这也使得苹果在谈判中获得了更低的价格。 也有外媒提到,台积电这一制程工艺的良品率低于最初的预期。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法说会于10月下旬召开,公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以及未来展望值得关注之外。 知名台湾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在脸书、Facebook发表看法,提示台积电在近年大量发行公司债,又同时买高风险、较高利率的公司债及政府公债的背景下,需要正视美国政府公债及公司债的风险。 入行之解释台积电今年股价表现普通的原因,包括受地缘因素影响,被客户要求在欧美日等高成本地区扩产,在台币贬值影响下被外资当提款机。 他本人持有台积电股票,但近日面对许多台积电退休高管的询问,台积电到底怎么了? 投资美国厂有经过董事会的事先讨论吗? 这几年,债务为何一路攀升? 入行之坦言这些问题都让他意识无法回答,只有公司及现在的管理层才有答案。 对此,他先分享看法,也建议台积电能正视美国政府公债及美国公司债的风险。 入行之提出的五点疑问也同时浮出水面。 第一,台积电一向是专注本业而财务保守的公司。 近年因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开始大量发行公司债,但同时又见到公司大量买入其他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及政府债券。 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2018年6月退休之后,净现金及现金流没问题的情形下,为何整体负债比例却从当时的11%增加到2023年6月的30%? 同一时期,台积电应付公司债从569亿元新台币暴增到9017亿元,现金部位从5778亿元增加到1277万亿元。 在这风险不可测的债券市场,真是一本万利无风险投资吗? 第二,台积电为何这五年内将这些现在市场担心价格崩盘及违约的美国公司债,美国政府债券及其他资产从2018年的1200多亿元增加到2700多亿元等值台币? 这些长短期公司债及政府公债都有每季度调整市场价值Mark to Market Price吗? 台积电如何评估这些买了1500亿元以上公司债的投资银行? 大到不能倒闭,以及美国政府无法还钱的风险。 第三,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持有到到期日金融资产,主要金额却集中在几家美国投资银行发的债券,如何分散这些大到不能倒公司的风险,以及其投资银行分析师撰写的报告,该如何参考? 为何台积电就为了1%-2%的Spread利率差价,要用自己高信评,即30%Debt to Equity Ratio债券,换投资银行的风险债券,即大于250%Debt to Equity Ratio? 第四,台积电购买这些美国公司债,即美国政府公债,都买在面值价格,还是会去市场搜集跌价公司债,即政府公债? 台积电是否也会将自己发行的跌价公司债买回? 第五,最后是面对如此庞大又多样的公司债券,即政府公债市场,台积电如何管理,并依应可能的暴雷风险?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台积电是否已决定,偏离当年张忠谋董事长,一直强调并严格执行的财务保守原则? 总体来看,在全球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显然不少投资人已经坐不住了。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